何为手机天花板主播 雨果给你答案 本期视频带来雨果野牌战神局 三十杀 全网手机主播九千淘汰分第一人 各项数据拉满战绩 经典模式20KD 残军伤害更是达到职业水准 枪发恐怖如斯 红点之王子娜娜娜 一起跟随他的视角 感受一下决赛圈的实力反击 二人长边穿过火力中心 雨果继续驾驶特斯拉寻找 合适位置展开反击 目前场上剩余十个女人 还有两只满边队 雨果带领队友从外围 绕行到圈边 根据枪声的判断 大概摸清战局 下车伤被开进 火力打击一说止 爆头击倒雨果 此时独圈的逼近 后方已经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雨果随即向前推进 队友后眼架枪 雨果随即向前推进 雨果独起自闭烟 无疑给了机会 但是以低打高 雨果并不占有绝对优势 就在过点时 被敌人抽中几枪 位置也已经暴露 半斜的情况下 雨果迅速爆炸三口 同时也给了对方 拉响投掷物的时机 一颗雷在近点爆炸 果断拉出掩体 又是一声雷响 雨果被劝回到书后 再次打上急救包 OKOK我得回来 我得回来 谁就在手里 就在我脸上来 一颗烟雾掩护车退 喝上一瓶八二年可乐 拉满战力子 车退时利用小眼睛 回眸一万 以防底人热情挽留 SG走位 尽显果实风格 瞅准时机掏出 三倍SG一梭子 妙子几地服 对方的轻敌 再次让雨果 蠢蠢欲动 随即向前推进 但是也保留了 几分战场的冷静 利用大树五颜体 直径前压 发现跑去救援的敌人 再次火力压制 二打式 目前已经确定 两个敌人的位置 中远距离作战 还是得掌握时机 强势推进 一举将其歼灭 要不然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一声 第一玩高丢雷 难以拿捏到位 四号队友关键时刻 击倒一人 为雨果的位置 保驾不函 毕竟这个距离 最容易吃投注物 稍后他的战场危机感 顺利躲避了敌人的致命一击 完全的压迫感 补丢一人 前方术后 躲着的还是那个吉利福 一波火力对峙 此时战局稍显无妙 别忘记 敌人可不是二人长边 四号队友 火力支援到位 雨果惊险躲过一截 正所谓此时不冲 更大何时 四号被突然袭击 应声道 雨果迅速拉下一颗 顺暴力 以求新发智能 随即掏枪拉出 敌人同出一则 一波妖射 将其掌杀 并淘汰对方 果断调转枪口 以防背后发凉 目前场上剩余七个敌人 雨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一支满编队的虎视担当 同时还有敌人 身在暗处 对他造成未知的威胁 作为野排上战神的雨果 必然知道 如何将敌人扼杀在摇篮里 第一时间踩到高点 打击后方的敌人 听脚步声 腰射将其淘汰 随即发现 远点赶圈的敌人 切换口杂 163米精准压枪 26杀 自霸全场 最后的EV4 才是重点枪法上的降维打击 对方不知天高地厚 通通想干拉雨果 殊不知 遇到如此强悍的对手 一颗烟雾混淆视听 以素为掩体 红蝶开进 跟枪扫射 打仓一人 再往右侧观察一波 以防敌人偷偷摸进 又出来一个 活力压制将其打回去 帮个大甲发现 左下方的敌人 一梭子将其撂倒 接着续上一颗烟雾 一个蓝烧瓶 丢在进点 随即一波 着探头精准打击 斩杀敌人 4-2 一切有了主动权 切换B90 将进点的威胁清除 看躲在树后 瑟瑟发抖 灵活走位 腰色无伤 将其拿下 并送上 反观战席 战机不可延误 果断趁势推进 先手一波 投资物消耗敌人的状态 对方拉出活力压制 迅速掏枪 几颗子弹 撂倒在地 再来两颗雷 使其暂时而明 两颗烟雷的掩抖 直到盲龙 P90 淘汰一轮混烟 补充状态 此时敌人没有任何动静 如果保险起见 并没有冒狼前压 而是再次用雷消耗一波 接着细节闹后不打 没把握的战 但是敌人也不赛 做出了应对措施 发现伏地魔掏枪击倒并不掉 这时最后一个敌人 就十分聪明 已经落后把控制高点 遇过一颗过点烟 小心谨慎 敌人随即出枪暴露位置 这时才是EV1battle 遇过的枪法 还是极高一场 没有对手 你以为你四个 你就可以干扰我了吗 你以为你四个人 就可以干扰我果神吗 你在狂什么 可承听闻手机天花板 兄弟们 哎 敢干拉我 你在想什么 这波细不细 这波真的太细了 给他 给他复播盘 太帅了